如果说是正面推动的股份 有些正面消息就是通关概念股 股份先搜索 因为有些消息出来 例如国务院港澳办法人 也有说内地和香港的通关工作 是有罪推进着 有些传说最快应该是下个月 但衝击已经很快 即是说是不用去捡 隔离 不用隔离就可以回到内地 当然也有些局限地区 即是在广东 即是初期 但昨天好像零售股莎莎 升了8% 有医美股医师健康 今次升了1.4% 有些收租股 还有其他零售股都是做好的 你帮我来分析一下 现在炒这个通关概念 是否真的可以 还有没有哪些股份是值得博的呢 当然了 昨天很明显是炒了概念 因为实际还未说到 是会开通的 但股市仍然是这样 都是炒定先 或者气氛是推动得更加明显 因为原本大家觉得 虽然关节预约都会通的 但本身大家很多时都觉得 可能去到下年的第一季之后 4月份才会通的 如果以昨天或近几天 一些最新的消息去传 譬如如你所说 港澳下个月都可能通了 变相时间点都拉前了很多 虽然如你所说 如果真的通了 可能未必是全国性的 可能一波一波来 譬如广东先 慢慢再扩展所有的东西 但这都是一贯地 开通的一些程序 我想又未至于 因为你看当日 譬如去年内地和澳门那边通关 都是一波一波来的 不是说一面到一开始 是全国性通过来的 这也要考虑疫情 国人的因素 所以我想这个情况 大家就算是 都会接受的 所以最好的炒作 就是因为本身的时间点 比原本快了很多 但当然这件事 我想就要再看着 那些实际消息 虽然你看到近期 除了国务院的发言人 港澳办发言人这样说之外 其实你看到香港政府 自己近期一些限制措施 都有些调整 其实打了一架部学员 亦都想尽快争取通关 所以我觉得概念上是有的 所以你说这个板块 就算了 今天可能未必 好像昨天升得那么厉害 但是 以中短线角度来说 其实是值得去考虑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真的通的时间 当然可能大家觉得 未必即使很多人会涌来 或者真的会有很大的刺激 但是起码 原本对比过去这年多两年 接近两年的一个封关来计算 一定是有些正面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对一堆本地相关股 其实都是看得乐观 对一堆本地相关股 所以我会想要看得到 对一堆本地相关股 是有些人的